夏天又來了 大家好,我們是Suppermoment 我是低音結他手CK 我是主音新力 我是結他手阿雞 我是鼓手阿達 其實沒說特別不特別 這件事是生活一部分 對,你不能夠避免 即是你現在 甚至乎我們現在坐的這條街 或者上面這條街的規環 其實都是社會一部分 所以 城市中每一個 每一道的靈感 即是每一件事發生的都是我們的靈感 因為世界電腦洋專輯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很多社會議題在裡面 但其實我們沒有特定說 哪一個 就著哪一件事去寫 其實我們自己不是太過 喜歡這樣去寫社會的議題 因為這樣太過窄 對 我們會喜歡 可能我們這一年 覺得整個氣氛是怎樣的 我們去再brainstorm 那個主題出來 大家都很偏向 很一廂情願地去靠邊 其實 不需要說每一件事 都是要想 絕對對對錯 就是 大家在討論 左派的 或者建制派的 就覺得 沒有了自由行 你死的了 或者很極端的 就說 我一個自由行 都不喜歡見到的 其實 我想大部分香港人 都不是想要站 他的左還是他的右 其實大家會覺得 香港不是一個 自身有生產的地方 一定是靠旅客的 大家都不會反對有旅客存在 但是 大家如果 經常都 我覺得 有時候 我們都 被傳媒 或者被 大戲的氛圍 蒙蔽了我們 我們自己 實質想看的東西 好像只看一遍 其實 所有事情都要參與 不全 你不就在這邊 不就在那邊 我想真正的民主 不應該是大家 對大家 就是大家談一個方針 看看如何 大家可以互相 我記得 就是協同 協同 而不是每一次 都是黑暈的白 其實不是單止買樓 是 即是你連現在租 或者你連現在去排工屋 我真的叫一個地方睡 也有問題 我不是說 是一些很奢侈 我要買 錢馬 貫山一號 不是這些 這個 真的有兩個問題 有時候 就是傳媒經常搞到 它好像里程碑 我覺得 為什麼要說到 達成一個里程碑 我覺得是基本的需要 其實租也可以 也可以 租樓 也不一定要買樓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聽回來的報道 好像身邊的環境 總是覺得 好像是 一個里程碑 即是說成功 我覺得 我不認同 即是 你無緣無故說 有個朋友 他 很正常地打一份 求工 或是搞私工作 可能很穩定 搞私工作 兩夫妻 都是賺三萬元一個月 然後 計算數 儲錢多少年 然後你可以有首期 你可以在元朗 開始賣樓 那就很悶 人人都知道 當然要說 他熬麵包 一晚就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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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看 那就好看 其實我覺得 那件事 跟那些 表高音一樣 可能是我們 主要的四至五者 即是 你只要死的時候 很開心 又是這樣 你不開心 又是更慘 不如算吧 你有些事情解決不了 不如這個方法解決 開心點去面對 好過就 一路這樣 一路轉轉 都不是我們的風格 這件事 亦是令到我們 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 繼續行 差不多十年的原因 我想都是 都是這樣